有同学推荐了一个最强大佬 我一看平平无奇 本人吧就想试试 没想做出来的 可实在是太有料了 就做出来了 熟悉小萨的都知道 小萨是欧得不行 就说这玉米投手吧 是不是在火炬树桩里烤了 都成黄油了 机甲橄榄愣是没动过 本来稳稳干掉的局面 临到最后 居然就凭一株玉米 活生生干掉了机甲橄榄 这里感性 接着来 这次的流程没问题了 玉米也没这么变态了 第五炉是直接毕业了 至于第四炉其实也很简单 随便放置电磁盾加巨人就OK 本关我们想做最优解 因为接下来的事情 可能让一些同学直呼 不 可 能 只见机甲巨人呢 一个激光 干掉了麻烦的鱼沟草 没错 就是这么横 过了一会儿 接着发激光 又一发 干掉了最强输出的机枪豌豆 那这下还有什么难度可提 本来第四行也很简单 算是直通了 玩到这里呢 我还想用路障来看最优解 仔细一想 都这运气了 还玩啥最优 直接欧气过关吧 毕竟最优也是进激光的 剩下的两路直接机甲橄榄 除力掉吧 对于这样的小煞 各位同学的看法如何 真是开心每一天 欧气看得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